第108集 瘦若少年离开之后 过来围观的人也各自散去 张叶摇摇头 正要走开 忽见一个二十多岁 相貌颇为俊美的少年 走了过来 缓缓地说道 你知道江矮良为何找你的麻烦吗 张叶微微一争 不打反问道 你是谁 这个少年淡淡地说道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 我告诉你 江矮良找你麻烦的原因 是因为你招舍上了他的未婚妻了 江矮良 张叶微微动容 早在大殿之中 张叶就听到别人提起 这个江矮良乃是南面酒郡中的杰出天才 一身的修为达到了五道五重后期 战斗力异常的强悍 对于这种任务 张叶一直都想认识一下 没想到 刚才的那个瘦弱少年 竟然就是江矮良 知道这个瘦弱少年的身份之后 张叶心里存到 这个江矮良的身份不凡 他的未婚妻应该也有着不小来头吧 这时候 那个少年的话证实了张叶的猜测 江矮良的未婚妻 名叫凤通明 凤通明体内有着远古种族凤族的一丝血脉 这一丝血脉对于修炼者来说 有着极大好处 而江矮良修炼的功法 名叫凌寒冰封诀 如果与凤通明进行双修 冰或交融之下 可令修为大增 甚至能够增加冲击真道的几率 对于这么一个未婚妻 江矮良一直都极为宠爱 在宠爱的同时 他对凤通明又有些不放心 怕有男人诚信而入 将凤通明的处子之躯破去 影响到他将来的双修 因此 凡是接近凤通明的男子 都将受到江矮良的击杀 张叶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接近了凤通明的 但现在 江矮良肯定已经把你视为击杀的目标了 张叶眉头大皱 说道 你到底是谁 为何告诉我这些 那个少年嘿嘿一笑 说道 哈哈 本人牧长青 我告诉你这些 是因为 我的家族与江家 乃是世仇 不希望他有一丝丝的机会进入到真道 张叶恍然 这个时候 牧长青 又压低了声音 说道 兄弟 其实这个凤通明 还是很漂亮的 并且 他对江矮良 没什么好感 有机会的话 干脆你自己和他双修算了 他身上的远古奉足血脉 对于舞者来说 有着不小的好处 你如果能够搞定了他 那你修炼起来的速度 肯定会快上一些 说道此处 牧长青 给张叶打了一个 你懂的眼色 扬长而去 凤族血脉 这个不错 不过 双修 这个真没兴趣 张叶哑然一笑 飞身上到一块巨石之上 默默地 观看着远方的怪风 这个时候 正是中午 如果要闯过这一片 风潮密布的地方 最好的办法 就是等待 等到天黑了 再以闪电般的速度 通过这里 很多的少年 就是抱着这种打算的 但并不是所有人的 都愿意等待 这么长的时间 像张叶 现在心里 已经暗暗地 估计着 施展出身法 通过这片 风潮区的可能性 如果全力地 施展出旋转之力 我的身形 可以化成一道 速度奇快的龙泉风 一般的怪风 应该无法 进得了我的身 但问题是 我现在不知道 这种怪风的实力 如果这些怪风的实力 堪比凶兽 在成千上万的 凶兽的袭击之下 我绝对是死定了 张叶沉闲了一阵 把目光投到了 司徒后徒 凤通明 与江海良等人的身上去 只见 这三个人 都是默默地 观察着怪风的巢穴 这三人都是目光闪闪 虽然 他们也不愿意 在这里等待 都有硬闯的想法 看到这几个人的表现 张叶缓缓地盘坐了下来 他决定了 先调息好体内的气息 等一下 趁着别人硬闯之时 他也随着冲过去 离峡谷百里之遥的 大殿之中 四个殿主 正在石台之上 悠然而坐 他们面前 数十丈处的一堵墙壁 正散发着一种 盈盈的光辉 里面显示出来的图像 正是峡谷之中的景象 四殿主看到这些少年们 一个个都在风巢后面不动 他呵呵一笑 说道 看来 这一批的小家伙 都是想趁着天黑 才通过金光峰的巢穴呀 今年的司徒后土 凤通明 江爱良 何代基 郎豪汉 富财武 都有着不错的实力 不知道他们 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一个面目朴实的青年笑了笑 这个青年模样的人 正是真殿的二殿主 他笑了一下 说道 别人我不敢说 但司徒后土 凤通明和江爱良这三个人肯定能够冲过去 司徒后土的修为达到了五到五重巅法 他几乎能够让真气在体外化成一堵墙了 冲过去应该没有问题 而凤通明拥有着远古凤族的血脉 修炼的功法异常霸道 已经发动身外十多尺的地方 全部都是火焰 正好克制金光峰 所以他应该也能够硬闯过去 江爱良修炼的灵寒冰霜绝 毕竟修炼到了小城之间 空法运转之时 身体之外十尺都是极冷无比 对于金光峰有着极大克制作用 他应该也没有问题 除了这三人之外 其他的人就不好说了 不过我估计 他们多半是无法冲过去了 听到二店主的分析 几个店主都是微微点头 大店主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心扉之责 说道 这群金光峰异常的犀利 往年能够有一两个人硬闯过去 我们就很高兴了 现在的这批弟子之中 修为达到了五到五重后期的 有六个人之多 大大超过了往年 希望他们的表现能够出色一点吧 三个店主都是微微点头 大店主正要再说两句 忽然他的目光宁住了 紧紧地盯到了墙壁的图像之上 只见潮穴之外 一个灰少年跃众而出 这个少年正是实力最为强横的司徒后土 司徒后土行到了一块巨石边 他骤然地踢出了一脚 随着这一脚 一块万金巨石骤然间被他踢得飞了起来 飞出了上百丈的距离之后 轰隆隆地往着前方碾压而去 所过之处灰尘满天都是 而就在这一块巨石飞起的同时 司徒后土的身子如影随形一般 跟在巨石的后面 瞬间就越过了数百丈的距离 消失在峡谷的深处 看到司徒后土的表现 几位殿主都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司徒后土先是踢出石头 让石头在密密麻麻的金光峰之中 开出一条路 并利用杨岐的灰尘躲到石头的后面 巧妙地避开了金光峰的攻击 表现得十分出色 就在司徒后土出手 踢飞巨石的时候 又有两道人影 骤然施展了身法 往峡谷深处而去 这两道人影 走在前面的一道 全身都带着一种淡淡的火焰 所过之处 那些扑过来的金光峰 一下子就被烧掉了翅膀 密密麻麻地掉到了地上去 而另一道人影 他的体内扬起了一层淡淡的雾气 这一层雾气异常地霸道 那些飞过来的金光虽然满天都是 但一沾到他体外的雾气之上 立即就被冻住 像是石头一般掉下来 这两个人一伙一物 所过之处 竟然在密密麻麻的金光峰之中 划出了一条路了 飞翼般地往峡谷深处而去 看到这两个人的表现 几个店主眼中露出了一丝满意之色 这两个人的身子 虽然都掩在了火焰与雾气之中 但四位店主都不是普通人 一眼就看出来 这两个人正是凤通明与江矮梁 凤通明与江矮梁各自身怀奇异功法 修为也达到了五道五重后期 从硬闯的情境来看 这两人虽然还无法与司徒后徒相比 但却也相差不远了 咦 这时候眼光锐利的四店主 突然滴滴地叫了一声 说道 除了司徒后土 凤通明和江矮梁之外 居然还有人应创 有意思 几位店主一起看过去 只见密密麻麻的金光峰之中 竟然出现了一道龙卷风 这一道龙卷风旋转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密密麻麻的金光峰一沾到它的边上 立即就被甩到了十数丈之外 而旋转速度快的同时 它前进的速度也快得出气 它微微一飘 就能够飘出数十丈之远 只是几下眨眼的时间 它就快速地越过了数十个风潮 消失在峡谷的深处 看着这一道龙卷风消失在峡谷的深处 几个店主都微微一睁 他们发现这个深化龙卷风快速通过了金光峰巢穴的人 竟然不是六大天才中的人 大店主脸上带着一丝惊喜之色 出声说道 刚才深化龙卷风通过金光峰巢穴的人 对于旋转之旅有着不错的领悟 想不到这一批弟子之中 居然还隐藏着这般的少年天才 真是让人惊喜 说了这一句 大店主向二店主三店主和四店主说道 你们知不知道刚才深化龙卷风 快速通过金光峰巢穴的少年的身份 三个店主都是茫然的摇摇头 二店主说道 我掌管的是南方九郡 南方九郡的天才虽多但能够领悟旋转之力的 深化龙卷风的人却是没有 三店主这时候也说道 我北方五郡也没有这样的天才 一直皱着眉头的四店主 这个时候神色忽然微微一动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他脸上露出了一丝惊喜之色 说道 难道这个少年是来自清林郡的那个小家伙 清林郡 听到四店主提到这个句 二店主与三店主呵呵一笑 笑完了 二店主才说道 老四 你们西面三郡历来都没有什么天才 这个清林郡更是连一个五到九重高手都没有的地方 在这种地方怎么可能走出一个天才来呢 三店主这时候也是呵呵笑着 说道 是啊 老四 你们西面三郡都已经几十年 没有人进入到内殿了 不可能突然间就冒出一个天才来的 呵呵 依我看啊 这刚才 这这个 能够通过金光峰巢学的天才 是老大 东面武郡下的天才 四店主 四店主哼了一声 说道 哼 我的五弟子赵子峰 在早几天的时候就跟我提到 这一批的少年之中 有着一个清林郡的天才少年 他在十四岁就修炼到了五到四重后期 并且他的刀法 并且他的刀法蕴含着旋转之力 我觉得这个深化龙卷风的少年 定然是清林郡下的那个天才少年 二店主微微动容 说道 十四岁就修炼到了五到四重后期 这倒是不错 即使是司徒后徒 十四岁的时候 只怕也是这个修为吧 三店主也点点头 说道 十四岁修炼到了五到四重后期 这是非常少见的 不过 刚才以旋转之力 神化龙卷风的本事 五到四重是万万无法办得到的 老四 我敢肯定 那个天才少年 绝对不是你们清林郡的 四店主哈哈一笑 说道 你们敢不敢跟我打赌 我知道你们手里 各有两个林果 干脆就拿出一个林果打赌好了 如果我赢了 你们就各给我一个林果 如果我输了 我手里的两个林果就交给你们了 听到林果两字 二店主和三店主 都是眼前一亮 这林果可是好东西啊 他们虽然身为真人 但手里 但手里却也没多少个 如果能够轻易地迎来一个 炼丹的材料可就丰富了不少 想到这里 两位店主齐声说道 赌就赌就赌 老四啊 到时候你可不要反悔 四店主黑黑一笑 说道 老大作者 绝不反悔 大店主一直没有出声 听到四店主扯上了他 他摇摇头 说道 老四 你手里的两个林果 来之不易 还是算了吧 四店主自信满满地说道 老大 你就放心好了 我这一次是赢定了 你给我当一下见证就好 省得他们到时候赖账 老四啊 你怕我们赖账 我还怕你赖账呢 三店主呵呵一笑 对着大店主说道 老大 你就给我们作证一下吧 旁边的二店主 也是呵呵一笑 说道 是啊是啊 老大 你就给我们作证一下好了 这事儿用不了多久 就有结果了 大店主摇摇头 无奈地说道 好吧好吧 就给你们作证一下好了 你们三个呀 等一下总有一两个 懊悔地拍大腿的 二店主 三店主 和四店主 均是黑黑一笑 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 峡谷深处 张叶生化龙卷风 一路急速飘行 其速度比起凤通明 与张矮良 还要快上三分 只是几下眨眼的时间里 就从张矮良与凤通明 两人的身边掠过 让凤通明与张矮良 都是大吃一惊 本来以凤通明与江矮良的身法 平时的时候达到张叶这种速度 那是轻而易举 问题是他们身处怪风这种 不得不全力的运转功法 以防被怪风遮到 如此一来 两人的速度就慢上了不少 虽然速度慢上了不少 但他们的速度依然是快如奔马 但他们没想到 这一批少年之中 除了司徒后土之外 居然还有人 能够轻轻松松地 通过怪风巢穴 并且通过的速度 比他们还要快上三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